霞市卢氏县是一个地处秦岭山脉中的小县城 左辖区域大部分都是山林地形 由于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关系 这里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 其中就有一些名贵的种子药 是当地山区常见的一种药材 每到白季生长的季节 村民们都会上山将野生的白季采下山 再晒干卖个药材商 最好的时候 白季的收购价格可以卖到一百多元 也正是因为这样 这里的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会上山采药 2016年4月22日 老秦像往常一样背着口袋上山采白季 同行的还有他的侄子秦涮 因为最近几年采白季的人太多 白季越来越难找 这次老秦上山并不怎么吃 好不容易挖到了几颗白季 老秦准备下山回家 在半路上老秦看到榴梓中引生了蓝草 栎蓝草在当地山区也是一种很常见的植物 因为花香扑鼻并且有鸠虫的效果 当地不少村民都喜欢在家里养生子猪 于是老秦便将蓝草挖了起来 放进了草药的袋子里下山 但是没想到刚下山 施猪俩便被一辆汽车给拦下了 河上的人自称是当地的森林公安 简单的询问了老秦几句后 突然其中一人看到了老秦随身携带的口袋 因为口袋很浅 蓝草又放在白鸡的上面 因此对方一眼就看到了口袋里的蓝草 採几颗野草居然违法了 这让老秦感到很意外 但是心想对方是执法人员 老秦并没有过多的争辩 就把蓝草交给了对方 于是这些人开始检查老秦随身携带的口袋 并现场进行了拍照 随后森林公安又开着车 带着老秦回家进行搜索 但是没有搜到什么东西 于是又带着老秦叔之俩 到了卢氏县林业公安局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了老秦的意料 昨晚笔录后 以老秦涉嫌非法采发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为名 对其做出了罚款和行政拘留的处罚 接着当地检查院突然介入案件 并对老秦索挖蓝草进行了司法鉴定 鉴定结果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碎蓝 于是森林公安为老秦办理了取保候证 通知他必须随传随到 2016年10月 卢氏县检察院对老秦提出了公诉 2016年12月1日 卢氏县人民法院以涉嫌非法采发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对秦运患一案进行了审理 判处秦运患罪名成立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 并处罚金三千年 判决过后 老秦虽然心理不服 但是也并没有提起过上诉 原来秦帅因为之前和别人打架失手伤人 曾经有过案底 所以在盗采蓝草一案的审理中 老秦获得了缓刑 而秦帅则被判处了实刑 这让他的家庭陷入了巨大的混击 苏氏县当地的山区 兰花就如同野草一样常见 甚至在村里的公路边都能看到蓝草的声音 而之前村民们带着中央电视台记者上山所拍摄的视频 也证明了当地确实有大面积的野生蓝草分布 一个偶然的机会 老秦听说 其实有自己这样经历的人 不止自己一个 在自己之前 还有好几个人都因为丝彩蓝草被判了刑 但是从2016年开始 卢氏当地突然加大了对丝彩蓝化的打击力度 也让当地的兰花市场迅速的萎缩 兰花价格也从当初的一盆数万元 滑落到了一盆数千元 蓝草客商也日渐欺少 对于当地的养蓝人来说 养蓝也基本上无力可逐 刑法第344条规定 非法采罚毁坏珍贵树木罪 是指违反国家规定 非法采罚毁坏珍贵树木 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职务的 或者非法收购运输 加工出售珍贵树木 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职务及其制品的 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局役或者管制 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 除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其中 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职务 是指除珍贵树木以外的 其他国家重点保护的职务 主要是由国家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职务名录中所规定的职务 其中所有的兰花都被列入了中国生西兵威职务名录的第二批名单 但是 但是第二批名录目前只是讨论稿 国务院并没有正式的批准 这也是秦运换一案案情公布以后 立刻受到各方质疑的原因 记者曾经多次试图拨打卢世线林业公安的电话 但是始终是无人接听 另外一方面 卢世线法院也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因此我们无法了解到 当地司法部门是出于何种法律依据 做出了秦运换等人判处有期徒刑及缓刑的判决 目前秦运换已经委托律师准备就判决进行申诉 在这里 我们也想就这几起当地引起的争议的 挖蓝草案件的判决多说几句 对于卢世线当地的执法部门来说 保护野生动植物的初衷无疑是好的 但是无论是森林公安 还是当地的检察院和法院 在执法的时候一定要严谨 对于卢世纪以后 获得真是 available 虚人以后